解读建筑 咱们今天来解读一些帆船型的建筑 最著名的当然就是西尼哥剧院了 设计者是丹麦的设计师约恩·乌松 西尼哥剧院是1959年开始设计的 1973年就落成了 2007年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尼哥剧院是贝壳型的设计 或者说是帆船型的设计 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设计师约恩·乌松 他是丹麦设计师 他有利了很多地方 包括有利了中国 他在北京拜见了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 约恩·乌松提出了添加性建筑 这样一个设计的方法 什么是添加性建筑呢 其中包括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添加性建筑正如他的建筑代表作 就是西尼哥剧院 你看他建立在南太平洋上面 这个帆船型的建筑和这个海水 相应成去 是不冲突的 大海里面有帆船 这一点都不稀奇 很合理的 很自然的 很融入的 所以他添加了这样一个帆船型的建筑 但是和大海是非常和谐的 我认为这是添加性建筑的其中一个特点 如果你把帆船型建筑建筑在高山上 那就有点冲突 格格不入了 对吧 就因为约恩·乌松设计了西尼哥剧院 这样一个独特思维的设计 也导致西尼哥剧院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歌剧院之一 别说里头咋样 就这外形设计 就是非常的和大自然和谐 非常独特 约恩·乌松呢 有人说啊 丹麦建筑师协会 说约恩·乌松一生的辉煌只有一次 也就是他建筑了 这个西尼哥剧院 你看上面这张图片啊 他和西尼哥剧院在一起 和一个模型在一起 这就是他一生的辉煌只有一次 但是这一次已经是传奇 2008年 约恩·乌松在接连做了几次手术之后 睡梦中啊 心脏病发作去世了 虽然他设计的这个西尼哥剧院 欲满全球 但是他从来没有亲眼看过 不包括电视上啊 为什么不能亲眼看过呢 后来请他去 他也不去 可能是因为过程当中啊 造成他的不满 可能当时一些情况底下 想要修改他的一些设计 所以他心生不满 最后呢 邀请他去也没去 总而言之 他亲眼目睹是没有的 但是呢 这确实他的设计啊 欲满全球 这是约恩·乌松 现代的这个帆船型的设计呢 我在网络上找到最早的算是西尼哥剧院了 那我也找了一下古代有没有帆船型的建筑 可能我们还没有 帆船历史是很久很久了 几千年了 但是在网络上我暂时还找不到啊 应该天下没有心事 可能很早很早就有了 所以呢 不管如何 约恩·乌松呢 他的这个帆船型的西尼哥剧院的设计 算是比较原创型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 就是迪拜七星帆船酒店 迪拜七星帆船酒店 为什么是七星呢 因为英国女记者去体验了一番之后 回去之后呢 不知道怎么样形容这个酒店的美好 所以呢 他就说那就用七星级来形容吧 形容这个酒店与众不同 那迪拜多有钱呢 付得流油 七星帆船酒店呢 总共有56层 321米高 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 酒店的顶部 还有一个由建筑的边缘 伸出的悬臂梁 结构的停机坪 直升机可以停在上面 不过建筑的时间倒是不长 五年的时间 1999年12月 就开业了 有机会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注意啊 我们刚才说过 西里哥剧院是1973年 就开始落成了 二十多年之后 抵拜七星 帆船酒店 开业 所以呢 抵拜这个七星 帆船酒店啊 有可能也受到 西里哥剧院的 这个启发 受到他的影响 这是非常 有可能的 为什么呢 你看 因为他也是建筑在海上 所以是非常有可能 受西里哥剧院的影响 这就好像圣经里面 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 约翰福音 马可福音是第一卷 记载耶稣生平的书籍 然后呢 马太路加 就是受马可福音的影响 而阔协 或者选择性的 住宿 同样的这个 帆船酒店呢 有可能也受到了 西里哥剧院的 启发和影响 当然帆船 在古时候啊 它也有不同形状的帆船 现在我们再来看 再后来 比前面的 七星帆船酒店 还要迟一点的 就是巴塞罗那 W酒店 这个W酒店呢 是一家跨国的酒店品牌 第一间的W酒店 是在1998年 开幕于纽约 属于万豪国际 以时尚音乐设计 和流行文化 创新风格 吸引高端的客户 那这个巴塞罗那 W酒店呢 是有473间 配备豪华 休闲 舒适 奢华的客房套房 在这个房间里 你还可以 纵蓝地中海的全景 非常美 这是目前世界上 三大 比较著名的 帆船型建筑 也有一些 帆船型的政府建筑 我就没有列在其内 好 今天解读建筑 咱们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